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另外我也觉得说 在医生常常在说这个机会很渺茫很渺茫 但是就我们父母来讲 我们有可能一辈子就只有这一胎小孩 如果仅剩他没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我们都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拼 我们只希望说有一点机会 可不可以有一点机会 到真的最后一刻没有办法了 我们都认了 其实怀孕的整个过程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我怀了三胎 其实我大概知道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紧急状况 是你完全无法预料的 可能在观众朋友当中 你们都不觉得自己有可能会生早产儿 但是我们在早产人基金会里面看到 所有早产儿的家属都是本来没有预期 不知道要安胎这个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要再讲的是 妇产科医师 其实他自己所肩负的责任非常的大 因为他就涉及到是两条性命的问题 那甚至是一整个家庭的问题 我们也碰过 就是说在诊所里面 他没有及时的去劝这个孕妇 赶快到有这个所谓教学医院 或者说具有这个儿童新权 家库病房的 或者赶快去照顾母体的 或是安胎病房的这样的医院去 结果造成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说你还没有要生 四个月你先回家 结果当天就生了 没有让他去安胎 其实安胎的过程里面 很可能会平平安安的让孩子长到大 然后把他生出来 就像我们 我说过很多很多的例子都有过 现在很小很小的巴掌 其实都可以救的活的 但是如果你就让他回家了 结果我在想的这个例子 就是他真的回家了 结果他四个月生出来了 结果小孩有重大问题 OK 这是另外一个的 结果妈妈重度忧郁 然后没有办法照顾另外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孩子也重度忧郁 这个爸爸要出去工作 照顾重度忧郁的妈妈 照顾极有问题的 刚刚早产出来的新生 还要照顾那个 因为长期被忽视了 然后的那个产生忧郁症的哥哥 这种状态是一整个家庭要付上的代价 换句话讲就是说 其实是不是在诊所的部分 可以跟某些教学医院做一些合作 或是我们要去倡导一些 早产儿可能可以预防的这个观念 我们一直都是有在做这一块的 我们毕竟自己是从台大医院出来的 因为我们目前诊所 事实上是有大概十几二十位医师 包含小儿科医师 那我们诊所当然 如果产检的量这么大 当然一定会有一些 是有早产的可能性 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们没有把握的 绝对不会留在诊所身 这样子的孩子 必须应该要到所谓第三级医疗中心 也就是所谓的医学中心 去做生产的动作 这个东西其实事实上是有在做的 但是发生的这样子的问题的周数 其实事实上要考量 刚刚大家听到提到的这些 可能性遭残儿这些东西 孩子要能够存活 一定是要在二十二二十三四周之后 才有可能机会 但是今天如果发生在十二周 当然你说从十二周要按到二十二三十七 有没有可能性 有可能 但是这个可能性 并不是发生在这样子的孩子的身上 我必须说实话 所以吴先生我想今天 经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对话 有效除你的疑虑吗 我现在只能介绍 我真的只希望医生可以再多沟通 再多沟通 真的 OK 多体谅我们病人真的 尤其有问题的病人 要多一点同理心 真的 刚才医生说他们有在做 我很高兴他们有在做 但做得够不够好 还是还有没有改善的空间 我希望可以大家都可以做一些讨论 OK 那我想今天这件事情 在开记者会之后 更加的台面化了 那我想就说就这个整个医疗方面 甚至医疾病关系上面 甚至对医生的建议上面 也做了表达了 你们接下来还是要会走法律诉讼吗 我们接下来会跟律师做讨论 当然在卫生局的这边的医病关系 原本的那个接触的组织上面 我们也会寻求他们的建议 OK 对 OK 所以你们不排除还是要提告 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还是持续 就是再放话的话 我觉得要保留法律的追溯权 OK 所以你的建议是说 在今天节目播出以后 因为现在已经都说了很多 在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你希望核心医院这边 不要再说话 那这件事情就可以 我没有办法要求他 但是我自己 我们不会在媒体上面再说话 就是不要再恶言相向 因为你们透过脸书 做一个心情上的抒发 后来因为嘉怡是主播 所以后来变成大众媒体 然后又变成医院来指控说 你们好像利用媒体操作什么 也让你们造成二次伤害 是 OK 所以我们希望说 当然可以 可以 双方可以坐下来好好谈 这都是我们乐见的 OK 好 现在在场还有另外两位医师 有没有什么建议 那刘卫萍刘医师 其实碰到这一类的医疗纠纷 其实从医师的角度 其实没有人是影 都是双输 因为一旦走上了 就是互相放话的这阶段 要重新修补关系 我会觉得是说 这这其实都需要互相互相体谅 因为假设今天 我一直在针对某个人 譬如说我在Facebook上 我就骂刘岳平医师 那刘岳平医师 要出来面对的时候 其实相对而言 要很大的友情 因为我要先克服我自己 就会生气的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给双方一个时间 稍微沉淀一下心情之后 其实真的是可以从卫生局的那一端的调处 可以做一个一个沟通的平台 OK 好了 那林医师有没有什么看法 对 我整件过程 整件事情的过程 其实我们到昨天才知道 他是主播 因为我们每一次的产检过程中 每天面对了这么多的人 我们其实事实上都当作一模一样 可是嘉怡说他会去找 所以是因为他是他节目的来宾 对他有极度的信任才会 上过节目 所以不是 你们应该不会完全不知道 嘉怡是非凡主播 那这个可能 但是以我们旁观者的角度上面来说 因为每天常常来来去去的 这个客户这么多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发现 对 就会有这个状况 那再来就是像刚刚提到的 如果一开始 事实上是一个很正向的沟通 而不是在脸书上面 其实事实上 其实是很指名道姓的直接 是针对医师来做发言 我个人认为这一开始 其实事实上就并不是相当友善 对 OK 那刘医师 有什么建议 我 我还是觉得 很替他们感到难过 就是这毕竟是不幸的事件 但是 其实我们医师所面对的 就是一个医疗风险的问题 就是这个疾病 我们那科 就是说我不是妇产科专科医师 我是内科医师 但是比如说 像任何一个严重的疾病 我们都可以去算出 这个疾病就是多少死亡率 他的年龄多少 他白血球多少 他现在这个 胜功能指数多少 他的死亡风险就是多少 也就是我们医生就是在处理一个 有医疗风险 因为完全没有医疗风险 没有生病 就不会来找医生 那在他发生不幸的案例背后 其实我相信每个 这个苏医师他学有专精 他也一定有很多 他成功治疗的案例 那这个就像回应刚才 吕佳怡的先生 我还是深表同情跟难过 但是我认为只要医疗 我们人还有生老病死的一天 所有的生老病死 都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是我还是很虔诚 也很谦卑的希望 就是也许在沟通上面 能够不要一开始就使用 就用媒体的方式 执名道姓的方式 能够用更好的沟通 也许从长庚的角度 从苏医师一开始 转整记录的话 也许最后结果不会改变 但是可以改善 现在比较 冰冷紧张的疫病关系 那吴欣恩您同意吗 是谢谢 谢谢这位医师的指教 那我们也是第一次 有这样的 遇到这样的事情 或许过程中 我们确实有一些处理 不是那么恰当 但是就是资讯不明确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遇到这样的 遇到卫生局 然后卫生局 回函的回应是这么的冰冷的时候 我们真的也慌了 OK 实习有什么建议吗 那这一次 经过这一次的经验之后 我相信可以给很多类似案例的人 他们也知道 就是可以扣过更好的方式 就像节目中讲的 透过更好的沟通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同意的 但是多数的人真的不知道 求助我们 所以五件事 现在接下来 如果卫生局 安排你们双方可以见面坐下来 你们会期待核心的医生 跟你们说什么 我当然会 我当然会期待 就是他们见面 其实我也不晓得他会说什么 你期待他说什么 我期待他跟我们讲的是 说OK 就是或者是在处理过程上面 他们是不是有瑕疵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改善 是不是可以改善什么 让这种的情形发生的几率再小一点 就是跟你们道歉的意思 对 我们会希望有这个道歉 不过我觉得啦 就是说因为 医生是一个极专业的 高度专业的这个行业 所以就我们一般病人去看病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医生 可以极为详细的告诉我们 可能对一些来说 会不会觉得 我一天要见这么多 上百个挂号的人 所以我就 就是习化 欠保的另外一个问题 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 因为这个东西高度专业 那病人因为都会 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真的会手足无措 我们所有的参考资料 所有的东西都的信赖 都是来自于这个医生 所以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当初一开始 看起来是有一点资讯上面 告知的落差 就是不够完整 那我觉得 我我我会期待说 如果那个疫病关系要好的话 因为病人真的很无助 就是病人 其实百分之百的是信赖医生 那如果医生可以 比较更为详细的告诉大家 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会这样 接下来你该怎样 你现在状况可能是怎样 你可能面对的几种可能 我觉得那个会比较有帮助 然后也会更增加医生跟病人之间的 那个紧密的关系 会信赖度会更为提升 OK 我想让这个林医师回应一下 我想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医疗上有没有舒适 第二个就是沟通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家属认为有一些 不太完整的地方 让他们就是误解了 或者是没有完整的接收到这个讯息 那今天事过境迁 你们觉得呢 而且有一点 就是刚刚吴先生一直讲的 就是说你们后来是叫家属说 可以去上班 那是不是就在母体的部分 在照顾的这个后续告知 这个事实真的是都很难讲 我说老实话 因为他吴先生也自己一直说 他慌了 所以他现在这个东西 其实事实上 如果以一个弱势的角度 怎么讲我们都输 我说老实话这个东西 再来就是我要再次再次强调 我们没有舒适 这件过程中 我们的诊断 其实事实上是没有错误的 羊水少 育后不好 到现在来说结局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整件过程 我们要道歉什么东西 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强烈的表明 这样子的状况 再来第二点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这个沟通上面是不是有有有有 可以可以预期这个能够更改善 这点我相信绝对是有 但是在现在如果以以这个健保的角度上面 医疗给付这么低 人这么多的这样子的状况下 其实事实上我们分配 给每一位患者的时间相对其实事实上是被限锁的 并不是我们愿意这个样子 ok 对 所以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能够在够短的时间之内 提供给我们每一位踏入我们诊间的人 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医疗上面的照顾 ok 对病患的认知 我想也是每个病患的认知其实也有差异 也许有人觉得讲一个小时都还不能够满足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 所以这个医生是一个高度困难的行业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第三者很难介入说 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对还是错 因为要还原到当时的时间跟当时的情况 恐怕已经不是一个病例可以来解释的 所以吴先生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 我当然知道是一件就非常辛苦的事情 我也非常感谢你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再去回溯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心得分享给社会大众 那谢谢你也希望你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过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吴先生 谢谢佳怡 代问候佳怡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那刘医师 我想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医劳门的秘书长 副秘书长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你来讲 应该常常看到这样的类似的医疗纠纷 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要先提出一点就是 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 医疗上所有发生的不幸 一定是有人有过世吗 OK 大家可以先想一想 就是这个最后医疗结局是不幸的 一定是有人在中间有做错一些事情吗 或者没有人错 但是结局发生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人类的生老病死 这是柯P讲过的一句话 他说后来他本来他相信人定胜天 他后来觉得人 就是医生像园丁 他不能改变四季 但是他可以照顾花园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医生不是神 所以我在学习安宁 我们现在市立联合医院也在推行安宁 就是有的时候积极过度的医疗 我们永远期待最好 但是我们做得更多的时候 会不会一定更好 那么这样子的2.0版的设计 就是希望能够兼顧到两例 这些劳工 他们想要休假这样的一个目的 同时又可以满足有加班需求 愿意加班的人 他也可以这里 从这里得到比较高的加班的收入 同时因为有上线的限制 所以不会影响到他身体的健康